HELLO BOY 說到寶可夢系列最有名的就是那一句 叫你去收服所有的寶可夢 但今天假如我一隻寶可夢都不想要抓的話 我還能不能夠全破寶可夢心經版呢? 規則很簡單 我從頭到尾都不能去抓任何的Pokemon 至於去抓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不能丟寶貝球到寶可夢身上啦 然後當然的 我也不能夠從遊戲外面交換寶可夢進來 不過呢 其他獲得寶可夢的方式就是OK的囉 基本上這就代表了 我得要透過這些其他方式獲得的寶可夢 來想辦法完成遊戲內所有的事情 而且話說 很多人做寶可夢挑戰 其實都會允許自己可以額外抓一些寶可夢 來學巨型必須要你學的祕傳招式 但這一次挑戰我不允許自己這樣做啦 所以到頭來 如果我拿到寶可夢 真的沒法學習必要的祕傳的話 那這次挑戰就直接失敗囉 最後呢 我乾脆再加一些規則 第一 我戰鬥中不能夠使用道具與攜帶物品出外 第二 我的寶可夢等級不能比下一位館長最高的還要高 這樣就會讓我不能單純用等級壓制啦 OK嗎boy 那我們就挑戰開始吧 他選男生還是女生 我們封面是男生 我選男生好了 讀動囉 我們男孩要叫什麼名字 我們不能抓寶可夢嘛 那我就叫做 Noruboy 剛好現在也11月 當然要Noruboy的冒險開始 欸 馬上就要做重大決定了 玉三家選哪一隻 我可沒有拿寶貝球丟他們喔 他們自己就住在寶貝球裡 所以我可以拿 不要再吵了啦 靠 吵超爛的 我吵 小巨二跟火球鼠要怎麼選 我是比較傾向小巨二 因為他進化成大力二之後 他可以學 1234567招密傳啦 然後火爆獸只能學 四招 差了快一倍 雖然我們保險一點還是選 能夠學比較多HM的小巨二吧 應該就有正確選擇了吧 菊草那麼可愛 他太爛了啦 我好久沒有玩欸 菊草夜等於大師模式 哈哈哈哈 GO 喔呀 這一代他會跟在我身後 你要叫什麼名字呢 工巨二 沒腦 幹完蛋 沒腦他聽起來很屌欸 恩 幹我要怎麼解釋沒腦二啊 他滿懷期待 終於有訓練師PICK我了 他一定會給我取一個相當可愛的名字 大家公認 最適合你的名字就叫做 沒腦二 確定他沒腦二嗎 確定 就跟我們沒法用寶貝球抓寶可夢一樣 這麼可愛一定是男孩子 結果他到底是男還是女孩 哈哈 真的是男的啊 好可憐喔 男生怎麼可以長得這麼可愛 我是你到底對他做了什麼事 人家還幾色而已 你就把他剁掉了 空木博士 你要負責啊 啊他還給我傷藥 要塗剛才的傷口嗎 手術剛剛才做完喔 他竟然馬上給我傷藥 會不會太刺激 你沒事吧 沒腦二 他盯著我的臉看 欣欣相惜 接下來開場這一段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這一整段 我們都沒有機會獲得新寶可夢 所以我們趕緊去打勁敵 然後我們就要衝到解梗室 為什麼這麼多鳥啊 我都沒有要嚕了 你一直讓沒腦二看他會傷心 觸景深情 哎唷 沒有腦二還可以噴水耶 從哪裡噴出來的 注意看沒腦二噴的是眼淚 全破是打敗白銀三的Red的嗎 你們會想要我去打 最後訓練師嗎 赤虹 看你們的誠意 想要我打赤虹的刷鳳梨手 嗚 完蛋 一堆手 手的比例也太高了吧 好吧 那我們就去打 趕快來捏一捏這個勁敵 路人少年 笨蛋才拿菊草燕 我都笑了 他看到我沒腦二也笑了 我們世界上最強大寶可夢訓練家 那你怎麼會拿菊草燕呢 講屁話 你根本就來亂 我們的勁敵要叫什麼 笨到會拿菊草燕的人叫什麼名字 菊菜燕 叫菊花菜 怎麼都這麼色啊 笨到會用菊草燕的男人 你又叫小菊花 原來是小菊花 是 他在抖什麼 喔他示範怎麼抓寶可夢喔 幹他在秀啦 他笑我沒辦法丟寶貝球 他在秀off 靠 我就不能做這件事啊 挑戰失敗 欸我沒有動手喔 我剛才什麼都沒按 這個女的在那邊亂秀 終於到結梗市 重點來了各位 我們即將在這一座城市裡面 可以拿到三隻寶可夢喔 沒有聽錯 我們將在還沒有打第一道館的情況下 就能夠有四隻寶可夢入隊 做法就是 來寶可夢中心右上角這一個人 他叫阿屎 他會叫我們輸入兩句話來形容他 他叫我們形容一下 哥哥今天看起來什麼樣子 那隨著我們輸入不同的句子 他就會跟我們不同的獎勵 你準確要輸入啥呢 好閒啊 我們有這個很好用的網站可以告訴我們 然後我把我遊戲內的ID 36663 輸入到這個網站裡 他就會把所有能夠獲得獎勵的句子組合 都秀給我們看啊 絕大部分的獎品 你們看的到都是PCB值 不過你們往下拉會發現 嘿嘿 竟然有三顆獎勵彈 他們分別孵出 美麗羊 烏波 跟熔岩蟲 好讚 這三隻我們可不是靠丟寶被求救獲得的喔 所以是OK的 我們可以用Google翻譯一下 東千數位的 各無兄弟姐妹 有這些選項 OMG 這怎麼可能找得到啊 什麼是東千 什麼是凱莉奇剪刀 哈哈哈哈 到底來講我們四句話都輸入對了 他應該就會給我一個烏波 拿到第一顆蛋啦 終於學半天的日文 總算講出四句話 欸嘿 有沒有成功呢 看來出來不是一般人 你是尋找 欸 成功了 都已經騎三顆蛋啦 再來就是狂跑步啦各位 開始孵蛋吧 一共跑幾步啊 才會孵化 有人知道嗎 喔 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耶 小巫波歡迎加入 你之後會進化成爪王嘛 那我就直接叫你 嚕王 聽起來超有氣勢 欸 第二顆是誰 歡迎 美里昂 羊肉嚕 好餓喔 好啊 現在要羊肉嚕了 聽起來超好吃的 各位 我們有備用軍糧了 我們應該都來成都地區旅遊的 欸 第三顆蛋 熔岩蟲 橘烤蝸牛 聽起來 欸 燒酒螺啦 燒酒螺 沒錯 我每次寶可夢都可以拿來吃 流尖上的寶可夢 好吃 Yeah 三個食材一湊齊啦 但我們還是先練 Madeon 跟熔岩蟲就好了吧 因為烏波 到後來跟小巨二都是水屬性啊 我們先把烏波定位為秘傳載 因為我沒記錯的話 爪王他可以學五個秘傳 所以很適合 喇叭牙打真的超養 他拿小樹芽 生到我們的羊肉爐裡面 給我們加菜 兇型道士為什麼一定要抓喇叭牙 是因為喇叭牙也禿頭嗎 我小時候玩的時候一直不懂 為什麼這些和尚每個人都要喇叭牙 吃素的 因為和尚吃素 隨手攜帶糧食 喔 超合理 喔 它看起來好有氣勢喔 光盛耶 方丈違規它沒用喇叭 欸對啊 方丈怎麼掏出一隻鳥來了 說好的喇叭牙之塔呢 方丈沒在裝了 你以為和尚就沒鳥喔 趕快把它噴下去 和尚漏什麼鳥 覺得我們12等小滅羊打得贏 第一道館館主阿蘇德 給我刷一波一啊 怎麼會有人不喜歡吃羊肉爐了你們 第一道館館主 讓我的羊妹妹電爆你的小鳥 撥撥出來了 只要你不撥殺 一切都好講 電死 啊 哈哈哈 喔 好險還是電出去了 喔唷 我的命中率變60幾%了 他怎麼這麼聰明 OK 鼻鼻鳥有點恐怖啊 有點恐怖 出來嗆人 還是只能電下去啊 電 喔 他撞擊都可以miss 笨蛋 撞擊是95%命中耶 剛才是他吃到潑沙吧 波波剛才是潑到自己大哥 OKOK 還好 直接死 贏了 我剛才還怕說我速度比他慢 會不會很慘 根本不怕啦 可能我們順風他逆風 沙子飛回他的眼睛裡 哈哈哈 超衰的鼻鼻鳥 然後為了慶祝我們第一道館獲勝 我們馬上又會獲得下一次寶可夢 嘿 就是跟這個人兄講話 然後給我們一顆 蛋蛋 羊肉乳要加蛋了 他連名字都來不及取就被加掉了 這一顆蛋其實就是波克筆 然後剛剛好 我們的燒酒羅他的特性火焰之區 可以加快兩倍速蛋孵化 那孵蛋的過程中我們就往快皮正跑 好下一個道館就能到燒酒羅大方異彩 燒酒羅就要上菜 可愛的寶可夢要登場了 波克筆 只可惜我們應該不會練你啊 我知道波克機師很OP 但是在這個版本 我們要開啟全國圖鑑之後才能進化成波克機師 那個太久了 而且重點是我們只能升到第二階的波克機鼓超級爛 反正我們後面其實還會有更好的飛行系寶可夢可以選 所以我們不一定要用波克筆 可以跟他講話嗎 不愧是成都美食團啊各位 當地人都在推薦我們美食 成都地區特產呆呆獸尾巴 那些傢伙竟然要在井裡切下呆呆獸的尾巴 嘶 聽起來好好吃 拿去賣 一分賣多少 哈哈哈哈 所以哦 哦你要給他嚴肅一下 哦沒事 但我沒問 我不知道耶 打之前我可以跟火箭隊問一下 一隻多少 這一段劇情就是要去呆呆獸之井 去切幾條呆呆獸尾巴來吃 哈哈 哦有一隻 看起來好鮮甜哦 你要進化嗎 然後爐都要變大盤了 耶 哈哈哈哈 可愛的姚妹妹 要變得更蓬了嗎 肉煮熟了耶 變粉紅色的了 筷子可以直接上去夾了 這是這裡的老大 藍絲啊 哈哈哈哈 還是好帥 火箭隊幹部 把這打贏我們就可以打道館 一路小寶塔 OMG我中30%了 好爛哦 九螺 誒 把自己打死 哦沒有 然後被毒死 啊 哈哈 楊烏城 你知道他跟我們對著幹 沒有沒有沒有 我直接輸了 我直接換隻 打贏你啊 說好的尾巴呢 你們不是切了好幾條 給我啊 我生吃也可以 他們有什麼大計畫 我完全忘記了 欸 我可以直接先吃嗎 不行 no 爺爺來了 這球是什麼 速度球 我拿速度球要幹嘛 等一下我拿速度球也不能幹嘛 哈哈哈哈 你們有看這個直播的標題嗎 爺爺 你不要拿個寶貝球呼籠我好不好 啊 結果我不小心往左邊走 我們就要先跟小鷹打了 我還想先打道館的說 呃 我們的攻擊力太低了 我才不要燒九螺 瑋絲我們用羊肉爐 啊 怎麼可能這麼高 哎呀 總算 是我們燒九螺登場的時候了 對方拍草戲的 月桂夜 燒九螺你總算可以發揮實力了 我們燒他一下多痛 啊 好癢啊 喔 濁傷耶 nice 我們等級比他低超多的 oh my god 這樣永遠打不完啊 他的光合作用就補好補滿了啊 月桂夜是什麼食材啊 我們家一直烤人家 不會是肉桂吧 嘿嘿嘿嘿呀 唉呦我要燒多久啊 大哥 我還要去打道館呢 不要浪費主角時間好不好 怎麼時候該叫我咀嚓 燒死 耶 不用咀嚓啦 懦超久 小菊花太廢 我最討厭弱小的寶可夢 那你幹嘛要選菊草葉 我就是問你這個問題 解決完了小菊花插曲 我們就帶著燒九螺 屌虐一下這個 崇 Bible 中斥道館 15等的燒九螺 能不能打贏第2館主阿彼 他最高的流顧 有一隻17等的飛天螳螂 開打 Let's go 超久我怎麼可能打不贏蟲系道館呢 阿比出來吧 喔他第一次就飛天堂了喔 等一下 飛天堂是重飛行耶 這樣我落實4倍不就把他打爆了嗎 喔~~ 秒 What 超久我也太癢了吧 哇他攻擊力才40而已喔 所以我要用特攻的招啦 這樣我火花應該比較痛喔 我的特攻又快比我的物攻高兩倍 喔不要爆 喔~~ 他不用爆就偷了這樣 拜託著傷 我超帥 他打我變超癢的 我換一隻好了 欸~~ NO~~ 哇完蛋了 喔我忘記了 第一個道館就有道具 喔~~ 他飛行啦 我再電爆他 屎~~ 燒 燒酒蘿力大功 Nice耶 九樓想要變硬 你沒有殼你想變硬 結果他後面兩隻都超爛的 鐵甲俑 待會兒一個鐵殼俑 後面兩隻屌虐 他只有一招毒針而已耶 這隻鐵殼俑 Victory 打敗阿比 下一戰是 銅樹林 把我砍樹用燒木炭的大蔥要逃到樹林裡 大蔥要聽起來好吃 我好像聽錯重點 趕快趕快今天晚餐又著落了 摸屁股 哇~~ 拿到大蔥七里香了 他應該會給我一字斬吧 嘿~~ 拿到聚合斬 我們聚合斬要給誰學啊 蛤?! 只有美老二可以喔 好浪費喔 哇靠 這樣他要一直帶來這個爛招 一路到可能第八道館耶 所以現在一定得要美老二學了 NO~~ 好可愛喔 爸爸飛小孩 對面也叫布魯耶 哈哈哈 這世界上只能有一個布魯boy 到滿金市 我們來這邊 馬上就可以獲得下一隻寶可夢 我沒記錯的話是 北邊的這個閘口 跟這個老兄講話 他想要我幫他送個東西給他朋友 當然願意啊 什麼東西 直接是一頭獵雀啊 我拿到之後 那我還是不要送好了 哈哈哈 呃 我對 沒錯 一堆幫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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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塞到自己的寶貝球裡 嗚~~ 成功了 變成偷鳥大盜了各位 NO LOO BOY 太屌啦 我們獲得一隻可以背的寶可夢啦 而且這隻叫比希的獵雀很猛 他被遊戲認定為 從外面交換進來的寶可夢 所以他有經驗值加成 那我們當然更不可能還給他啦 哈哈哈 三個月前我拖一位冒險家幫忙送信 三個月後還沒有收到 聽說他冠金都拿到了 你有什麼頭緒嗎 欸貝 現在等級限制多少 現在等於限制19 結果我們的獵雀等級20耶 所以不能拿來打待會的館主 我們現在給他打的就是小倩了 他因為有了這隻大奶罐 讓他成為可能是 寶可夢遊戲史上最難打的館主 尤其是當我們沒有格鬥屬性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完全沒有啊 這個要怎麼應付啊 他四招都超恐怖的 這兩招可以讓我不動 喝牛奶可以讓他無限補血 最恐怖的是滾動啊 假如他一旦滾起來的話 傷害高到 靠北 超誇張 而且我還沒講最扯的 這一隻乳牛 夢名其妙 他的種族值竟然有490 這個對遊戲前期而言 根本就是一隻神獸 要有機會打敗他 我們基本上只能把等級都拉到幾乎上限 因為我們真的沒辦法獲得格鬥系寶可夢 好吧 那我們只能開始練 沒老二變大了 長這麼長一條 還是沒老二啊 變成懶老二 好大一隻喔 哇靠 買傷藥 買噴霧 買離洞神 我們練到嚕王變成15等就進去打吧 欸 又可以照餐桌了嗎 いただきます 哇 還有美食知道 練完了 My boy 是時候要挑戰那個女人了嗎 來 幾乎每一隻都拉到十九等 可以一次過這個超級恐怖寶可惡遊戲系列最難的 完張小倩的刷個1啊 假如你覺得我會被他那隻乳牛壓死了 就刷個老二囉 開戰啦 我賭會勝 我輸的話捐一個會員 比一個皮皮還好 沒有要輕鬆解決 怎麼可能輸給你 yes 動點來了 這隻該死的大奶罐要出來了各位 這時候我要趕快換成羊肉爐 因為我知道 我要打死這隻牛的話 我一定要想辦法麻痺他 Oh my god I'm不會輸的幹 你有一隻神獸也當然可以嗆 假如他沒有被我們減速的話 大奶罐其實比我每一隻寶可夢都還要快 那假如他踩踏一直放 一直讓我畏縮我就完蛋 而且他如果麻痺的話 他偶爾不會動 這樣子我們有機會可以打斷他的滾動 穩穩的 啊啊 不要畏縮 Oh yes 沒有中30% 好好好好好好 所以他再也不可能畏縮我們了 因為他的速度砍半 啊 太陽木石果靠 欸超OP的啦 解除所有狀態的果實 才遊戲前期他就可以拿出一個這麼屌的果實 太不公平了吧 他都還沒20等耶 他去哪裡炒了這個果實 被預判 哎呦 啊 不要畏縮 噢 噢 噢 G了嗎 死了 啊 噢 nice 嗚 死前最後發揮了 靜電特性 我愛你啊 讓我 真的是最後的電磁波紋出來了 哈哈哈哈 再來我們下一隻寶可夢超重要 我們要派的是這一隻 鹿王 烏波 我們剛剛還特地去把他等級刷起來 因為我知道我們要打贏這套乳牛 我不能夠慢慢消血 因為一旦慢慢扣血的話 他就可以用喝牛奶 或是吃補藥一次補回來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辦法可以一次打得很痛 那我們寶可夢都這麼弱的情況下要怎麼做到呢 答案是 咬尾巴啦 我們有機會可以上到兩次咬尾巴 降兩次防禦的話 我後面沒老二的咬住就有機會贏 這一招可以降防禦 有沒有機會上到兩次 一次 不要死 YES YES 有機會上兩次 嗚嗚 好好好好好 而且他還不動還可以上三次 哈哈哈哈哈哈 嗚嗚 三次他的防禦力直接除以2.5倍 再一次 上四次 嘚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欸 下5次 再來吧 啊 5次 沒關系 如果 你已經盡力了 大家摔一波O7啊 我想你盡力 你太強了 哈哈哈哈 他現在只剩38%的物防 美老二 GO 有沒有機會 我這個咬住咬一下他就直接死 要不然未說也可以 來囉 狂吃牛排 讚啦 欸欸欸 緊急時刻竟然還喝得到牛奶 不行 不可能 未說 再加麻痺 哇 各位 一次過小倩 爽啦 能夠讓小倩 常常不能動的感覺好開心啊 超爽 他總算嚐到被畏縮的滋味 活該啊 臭牛 靠他還會忘記給我徽章喔 欸我的徽章欸 欸我打贏啊沒徽章 你把小倩弄哭了 每次歸會就不哭了 因為輸的時候有時候會哭 我還要等他哭完他才會給我徽章 到底是誰給這個幼稚女管主的位置呢 請問他是誰的女兒 請問他爸爸是誰 趕快給我啦 finish 第三道館 成功打敗那個女人了 太棒了 我最愛嚕王了 你最可愛 一切都是靠你啊 打完小倩 我們等級限制又解鎖了 現在上限是25 所以我可以拿出來那一隻獵雀啦 他的名字為什麼叫做比氣啊 這是什麼意思 Bitch 哈哈哈哈 Bitch 好啦那就叫Bitch好了 哈哈哈 你原來在主人家沒有多愛你嘛 直接叫你Bitch 你還是跟著我們混好了 大家之後他會變大嘴Bitch耶 好難聽喔 冰凍牙很強耶 哇 他又只能取代憤怒啦 幹沒有 這超屌的 他一個人身上有四個屬性的攻擊 我們先到圓珠室 到了 圓珠室 我們趕快跑到寶可夢中心 這裡 我們遇到正輝 他要從關渡地區跑過來 跟他講完話後 我們要回去滿金氏找他 因為回到那裡 我們就可以拿我們下一位寶可夢隊員了 OK 這裡是滿金氏 正輝的家 他回來了 這時候跟他講話的話 他會給我一隻伊布啊 My boy 超讚的 獲得神寵伊布了 我們的隊伍再度增強 但現在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把這隻伊布進化成哪一個型態 這也會影響到我們要給他取什麼名字啊 水伊布準備 你們在無腦刷水伊布 我根本就不應該問你們了 我們一個一個來淘汰好了 首先 夜伊布跟冰伊布不可能 因為我們現在成都地區 根本就沒有胎石跟凍石 所以沒辦法進化 然後 雷火 跟水伊布我也不考慮啦 你們刷那麼多水靠 因為我已經有這些屬性啦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們應該知道這件事了 所以就只剩下太陽伊布跟月亮伊布了 仙子伊布還沒出來 月亮伊布打 待會兒的松葉館主 還有之後的伊術四天王都很有力 但其實太陽伊布精神系可以刻的更多 他待會兒松葉也可以刻 因為松葉什麼哏鬼的也都有毒屬性 然後還有之後的阿四格鬥系也刻 四天王的阿傑 西巴多克 以及還有這一代所有的火箭隊 他們都會帶毒屬性寶可夢 這太陽伊布超屌 OK 那就決定是你了 太陽伊布 叫什麼名字 芋頭餅 太陽芋頭餅好了 有人做這個combo過嗎 就叫它太陽芋泥餅 芋頭西米露 可以順便學松葉給的暗影球 暗影球很強耶 又有光滑屏膚滿足打點跟性病 靠牙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在此把這個同學拖出去 老師認證問題 他在打什麼 好好勸導一下 但我們又遇到一個問題了 我們要把它進化成太陽伊布的過程很麻煩耶 因為他是靠親密度進化的 一般來說 提升親密度最快的方法就是升等嘛 但現在很不幸的是 我沒辦法讓這支伊布升等太多 因為太陽伊布在第四世代 15等就學到念力了 讓他伊布當然就學不到啦 所以假如我們太陽伊布錯過15等 他下一個超能力性的攻擊 是36等的幻象光線超久耶 因此我們得想辦法在15等前 就讓這頭伊布進化成太陽伊布 那我們要如何提高他親密度的同時又不升等呢 答案就是 我們來幫他狂剪頭髮啦 沒剪一次500塊 幫我們這支太陽餅剪得漂漂亮亮 他現在頭髮也很多他也很開心 我們可能要剪超多遍 那怎麼持續剪呢 我這個時候存檔 再把時間調到明天後 應該就能再剪一次啦 我們可能要剪好幾十次頭髮 伊布的毛夠用嗎 你知道為什麼伊布會從一個滿身毛的熔 進化成太陽伊布後卻沒有毛嗎 就是因為你這種訓練師 批評帶他去剪 誰叫他要親密度進化超麻煩 伊布會不會變伊凸 有考慮過伊布的感受嗎 他也很想要變太陽伊布吧 那麼OP 非常高興 Nice耶 你看 你們還說我虐待他 伊布表情很開心啊 是精神異常 伊布撐住啊 然後我們來找這位親密度小姐來檢測一下 他剪了夠多次了吧 告訴我們親密度夠了 你的寶可夢 感覺很幸運你 哦 所以應該夠了 我們成功了嗎 你成功突了嗎 伊布 他一直盯著下面看 哈哈哈哈 開始憂鬱了 NO 我們去升等看看 假如真的夠的話 所以一等他就會進化成太陽伊布 最終測試 好的 伊布升等了 有沒有進化 有 太陽玉尼餅 要出來啦 到底還有沒有毛剩下來呢 還有一點點啊 他的臉頰旁邊 能夠獲得太陽伊布啦 所以他現在是頭頂眉毛 然後耳朵一堆毛 什麼造型 哇 好可愛哦 他個性是浮躁 剪了二十幾片的頭髮 他的個性當然是浮躁 本來是毛躁 那我們回到圓珠室之前 去拿一下腳踏車 耶 我們在路上記得練一下伊布 所以劇情了 金燒焦塔 打一下 小菊花 你想抓住傳說的寶可夢 那些是自己的槍帶嗎 當然是不可能的 喔 第二次打 欸 第三次打 鬼屍剛好 我直接超能力 電爆你毒屬性啊 呼呼 Easy 哈哈 又來一個毒屬性的 太陽玉尼餅 初次登場就超好用 越貴越馬 那就燒酒蘿 酒蘿配肉桂 好好調味一下 我還中毒 有毒的酒蘿 好好癢哦 哦呦 一下就燒掉了 這隻月桂葉 一直無恥放光合作用啦 我們燒酒蘿要燒多久 沒創意耶 他要燒多久 超級無恥 田不支持月桂葉 打我一半而已 我不肯掛吧 啊 啊 酒蘿 你這廢物 打草系的你還可以死 太鳥了吧 我們一隻火系熔岩蟲 電燃輸給草系寶可夢 你敢讓酒蘿一直被毒 還怪人家 你把射擊爆痛 贏啦 再來就可以去打松葉道館了吧 麗絲道館我來也 帥喔這關 神婆阿嬤 他看起來好瘋喔 衛生紙是什麼屬性好問題耶 他做了這麼多次 熬岩香券 感覺格鬥力就蠻強的 館長口味很重 人工只找阿嬤 我還有幾個阿嬤 224等的太陽玉尼 準備打館主 再往上 終於 可以打松葉了 他有兩隻寶可夢有突襲耶 只會把我們太陽玉尼餅打爆 開始 對決 我太陽一部特攻130耶 怎麼可能沒辦法電爆你的全部毒屬性寶可夢 念力啊 瑋磊 遭用念力 好的 OK我們解決了前面兩隻 可是他後面兩隻有二屬性的突襲 所以我要趁機換我們的B取出來 因為My Boy對上這個梗鬼 他其實就一招打到我們突襲 然後剛好突襲又必須要是我按攻擊招的時候他才打到 所以假如從頭到我一直按瞪眼的話 我照理說應該不可能受到傷害吧 那我就一直蹬 怎麼跟上一個道館似成相似 他突襲只有5pp 我們只要把他突襲的5pp耗完 我們就穩了 等到什麼時候 他開始丟暗影球了 咬的是他的突襲耗完 那我們直接狂睜大眼睛 瞪這個皮可惜的靈魂嗎 所以這時候 我彥凡應該一下子可以把他秒吧 他被我們瞪的超多遍 彥凡 遇及B3 他血量好多喔 我已經瞪他三四次了 讚啦 一般屬性打鬼系道館超讚 然後最後一隻鬼絲通 我們就用咬住把他幹掉吧 咬死你啦 一絲道館 要 打贏了順便進化 Bitch 要變成 大嘴Bitch了 變鳳凰 我們家的鳳凰怎麼顏色怪怪的 這麼快就拿到神獸 GoBitch GoBitch 然後要去歌舞廳嘛 別跳那破舞了 讓你看看搖晃舞 什麼是搖晃舞啊 讓你這次叫什麼叫華麗的舞蹈 我記得我要來這裡拿衝浪 對 讚啦 我們給美老二學衝浪 只不過蠻可惜的 我們美老二是物攻角 沒辦法把衝浪發揮到極致 但對於我們現在前中期來講 已經算很OP的招了 接著前往前衝試吧各位 我們要一路爬這個塔 去上面找小蜜 終於到頂端了 跟阿蜜說話 阿蜜會告訴我們光兒 他旁邊那隻雷龍生病了 他的羊肉爐已經站起來了 肉煮到都變黃色了 這還能吃嗎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去 戰藍寺幫阿蜜拿藥 我們現在可以衝浪了 就可以走40號水路 我要邁向海洋了各位 衝浪 藍老二 踏上來 GoGoGo 戰藍寺 欸嘿 戰藍寺 他會自爆嗎 OMG 陰爆很痛耶 他沒有一隻 打他很好打的 天啊 不會自爆的雷彈 不會自爆的雷彈 看來是不健康的雷彈 要去檢查一下 會不會醫生捏一捏捏一下 砰 喔喔喔喔 嗯 哈哈哈哈 在成都當醫生好危險 這裡我們就可以直接殺去打 阿四館長 喔喔喔喔 他在發工 喔 他在瀑布底下訓練啦 好帥喔 他在做得好可愛 他在穿一個小內褲 我只要一直戴在瀑布底下 就不會有人發現我有禿頭 哈哈哈哈 啊 露出來了 喔 他竟然沒禿頭 第四館主開打 這個我在輸太扯了喔 我們都帶飛行系的 你們覺得我可不可以靠一隻大Bitch 打贏這個 滿有可能是禿頭的 阿四館長 覺得打贏那個給我刷一 打不贏的刷二 喔好多二喔 真的假的 你們這麼看不起大Bitch 人家大Bitch長得跟鳳凰很像耶 你覺得他打不贏嗎 戰鬥吧 GOGOGO 我可是有大嘴Bitch 欸 欸 還有炎波 NO 撐住了 啊 他演效果就這樣 NO NO 哈哈哈哈 哎呦 我飛行系的竟然打不過一隻 格鬥屬性道館 只能拍太陽餅出來解救 面力啦 既然欺負我的鳥 去死 再見 幫我的Bitch報仇 獲勝 第五道關 答應囉 我們要去跟禿頭館主的太太拿飛天 耶 我們就給大嘴Bitch學啦 讓他有一招更強的飛行系招 Bitch終於要會肥了 對啊 然後我要記得拿雷龍的藥啊 而且我們現在有飛翔 我們可以去補拿我們沒有拿到的秘傳 我記得在雷波山上可以學怪力 我們現在先過去 咻 小時候玩寶可夢的時候 每次要取消學習招式 都會點好多遍才成功 一直在 你確定要放棄 跟你要學習哪個招式之間 搞錯 喔 我光是往這裡走 就可以拿到怪力了 我直接跟這個大叔撞到之後 就會拿到怪力 再來就 飛去 阿密那裡吧 給他藥之後他就會回到道館裡 嗶嚕啾 什麼話 他放電磁波 他把燈塔點亮了 我們把他移好寶可夢之後 他就會回到道館 但我們現在還是先不要打阿密好了 因為雖然我的熔岩蟲克他的剛屬性 但他大鋼蛇35等耶 比我們高等很多 而且我對我們的燒酒羅也很沒信心啊 但沒關係 因為我們已經給了阿密藥了 所以我們現在好像可以去47號道路 因為這邊有很高等的寶可夢可以拿來練等 而且其實我也故意想去4748號道路 這裡有我覺得全寶可夢遊戲裡面 最好聽的道路歌曲 超讚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呢 喔喔喔喔 欸 這位情侶 直接放出了一條大眼蛇 跟一個刺甲背耶 他們要表達什麼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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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天堂也太趕了吧 他的刺甲發指是正常的嗎 我們來之前發生了什麼事嗎 啊 刺甲背這麼不耐電 剛才說太刺激了 沒有啦 只是喜歡在野外找人決鬥的關係 哈哈哈哈 幫大眼蛇潑個水 哎呀 也不討厭潑我自己的鳥 欸啦 我會讓這隊熱戀情侶 繼續在野外戰鬥啊 這不是我認識的子宮像潤天堂啊 小時候都不知道自己錯過了這麼多好料 然後我們就可以飛往圓珠寺 往卡吉陣前見 你知道沒手沒腳的小孩聖誕禮物是什麼嗎 是什麼 進來卡吉陣我們要去43號道路 憤怒之虎 好久不見 紅色暴鯉龍 嘎啦 色違的啊 實可行 我沒辦法抓他 一定要丟寶貝球才能捕獲 這可能是我這輩子 第一次故意要殺死一隻色違寶可夢 不 我一定得要把你解決掉啦 這輩子第一個殺死的色違寶寶 啊 哈哈哈哈 抓不了啦 拿到紅色鱗片 他這樣算自盡 不管我的事 哈哈哈哈 哇靠這個暴鯉龍好貼心喔 我們這邊把大家都升到2930吧 刷刷刷刷刷刷 好我剛剛用冰凍牙的 然後練到30等啦 藍老二要進化成大力老二 哈哈哈哈 好大一頭 哈哈哈 感覺他在追我耶 啊 對不起 我不應該趁你小時候叫你美老二的 美老二這個名字是聊天室曲的啊 不要追我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鹿王20等終於要進化了 名副其實的鹿爪王啊 哎 羊肉如也練到進化了 讚啦 肉已經煮成黃色了 這樣還可以吃嗎 把每隻寶可夢都練到快要30等啦 各位 我們直接回卡吉盎去打火箭隊 來打爆火箭隊 哦 他直接拿破壞光線打NPC耶 他不怕殺人喔 阿肚超狠 而且那個人扛住一發破壞死光 現在還沒有直接消失 來來進去消滅火箭隊 我怎麼完全忘記這邊的流程 哦 那是老大嗎 我要怎麼獲得密碼進去啊 哦 我要挑火箭隊員打 他才會告訴我密碼 呆呆獸的尾巴 密碼是呆呆獸的尾巴 哈哈哈 原來斑木老大以為是美食家 他剛才他說這個密碼是什麼 拉達的尾巴 這樣我蒐集起兩個密碼 我就可以開了嗎 小鷹 你也是火箭隊的 哈哈哈 剛才小鷹也被他肚虐 大家都臥底 我有密碼可以開門了吧 哦 呦 真的是你嗎 板木 哈哈哈 我是板木板木大人 一點都不像板木 我練得已經很努力的說 我會讓你如願以償的 那個暗號就是板木老大萬歲 你以為說出來讓你驚訝不小吧 因為如果是不用我的聲音說出暗號的話是打不開的 他臉長好像犯賤的板木 私生子 一下就被我解決啦 我身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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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以前就解散火箭隊 啊所以板木老大跑到哪裡去啦 就算輸給你我也無所謂啦 見板木就像閃 板木大人萬歲 哈哈哈 靠 他還剛講完 這隻黑暗鴨就來背叛了 我們可以靠這隻背叛的黑暗鴨 來開鎖 為什麼這隻黑暗鴨要背叛火箭隊啊 他們之前虐鳥 幫我開得到門 他一路把我引過來 他真心想要摧毀火箭隊 結果精英版的英雄 根本就是一隻烏鴉 再來我們就帶著我們的淨化完全羊肉爐 去打打看柳柏館主 兵屬性的Let's go 第七道館館主 造死吧 雷電拳照以來講 一擊必殺 哇他第二隻就派他的王牌 沒老二出來衝浪 哇好坦喔 喔喔喔喔喔喔 不夠彈啊 哈哈哈 GET KIT 一招都放不了 死一邊去啦 靠他要拖來錢 直接在戰鬥中睡覺 贏啦 第七回招 接著我們直接殺回來 潛衝士打阿蜜亞 有欸我忘記你了 喔 我不用打人了 直接開打 關鍋館主還有好處 欸我們既然都是拿火屬性的燒酒樓了 我們挑戰只用一隻 酒樓打贏 第六道館關主阿蜜好了 我們火系可是刻他全部三隻鋼器寶可夢喔 Let's go 小瓷怪是吧 去啦燒酒樓 我火系刻爆你每一隻鋼器 還特別把燒酒樓練到滿等35 怎麼可能會輸 酒樓加油 扛住啊 啊 啊 好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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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耶 你不要輸給一個 比你低等 然後你又嗑了寶可夢喔 不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到底幹嘛要練這一隻啊 我幫你練到35 就是為了對抗小瓷怪 你連第一隻都打不死 到底是誰決定 讓熔岩聰38等才能進化 就要出來面對阿 就要來嘗試這個挑戰 這樣我可能一開始就選火球鼠就好啦 我們的火系真的有夠廢的 然後剛好就可以用嚕王當水系 說到烏波 我們剛剛 才把這隻烏波生成嚕王啦 用泥巴炸彈還是打得贏 Yes OKOKOK 把第二隻就派這個出來 水啦 衝浪下去 把你洗乾淨 兩下掛 泥巴炸彈 哇塞 湊齊七個徽章 烏酒羅太爛了 我失望 下一站我們要去滿金電台吧 火箭隊又佔領滿金電台了 哇我們等級直接解鎖到41耶 好我們趁現在等級解鎖到41等 我們趕快去把烏酒羅練到進化 要不然他實在太廢了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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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變成有龜殼啦 終於要有殼了 你再也不會變秒了吧 名副其實燒酒羅 給我來盤容顏酒羅謝謝 這樣你應該就不是廢物了吧 我靠火箭隊到時候在賭人耶 你也是新來的嗎 為什麼他覺得我是新成員 因為覺得我笨蛋火箭隊會用這個蝸牛嗎 這樣我們就可以上廣播塔 來上塔上塔了 啊哈哈哈 我直接面搶 老兄不要不要認出我 他直接把我把他關了 變態小菊花 進地下道 第四次打小鷹 你根本來幫火箭隊的吧你 OK他第一隻大嘴符 羊肉如雷電拳啊 成功 怎麼可能輸給你一隻飛行系 為什麼每次我正好要去打火箭隊的時候 小菊花都會跑出來 你根本就是幫火箭隊的吧 牛拉是吧 老九羅尼的主場 燒爆他 你不可能輸了吧 人家一隻冰小貓咪 終於你總算沒有來混了 總算這個燒酒羅買的值得了 沒有騙我錢 照理來講小瓷怪也是你的主場 燒酒羅要開始得意了 他可不可以連續打三隻 大豬虧 你也應該要一下就把他解決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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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傷 但我噴一煙是特攻啊 YA 還Crit啊 得意的蝸牛 鬼師就太陽餅解決 得意的一天火蝸牛 終於翻身了 火箭隊只剩最後一個 阿波羅老大 阿波羅 玉石 還怕一隻沒有進化的狗狗來跟我打 你這邊去啊 我最近好多Crit 把實彈用太陽一步 後一頭狗狗 用大老二解決 阿我覺得二代的火箭隊好可憐喔 然後從頭到尾只想要召回板木老大而已 他們只是想念他們的大哥而已啊 然後移入到最後板木老大都沒有回來 贏了 火箭隊被我們徹底剷除了各位 板木老大隊員過很好才會這樣 火箭隊真的好可憐 然後我們要去冰水小徑 要去找第八道館啦 衝衝衝冰雪小徑 從這裡走一走就到淹墨市 而且在這路上 我們還拿到了最後一個秘傳 潘鋪 這招一定是要給美老二學的 但他現在招式已經滿了 我們趕快去淹墨市找遺忘爺爺 而且這邊需要我們用怪力嘛 那我們就給嚕王學 嚕王開推喔 剛好張開手 下去 總算啊 被離開冰雪小徑 最後 出去了 第一件事趕快去找那個 遺忘爺爺 為什麼淹墨市長那麼像熱帶雨林 就是你遺忘爺爺 他是遺忘大叔啊 他在第二世代還沒有變爺爺 搞了超久 我們總算不用再用聚合斬 都要打第八道館了還帶在身上 然後趕快學物理攻擊的潘鋪啊 nice沒有二 終於要能打最後一位館主 我覺得進去打之前我們會需要練等 因為小春館主他的寶可夢 差不多都是40等了 我們才30出而已 並且我們沒有任何一隻寶可夢 可以剋他的刺龍王 少許我打他也是一倍傷害 ok 練到38能了 開Let's go Let's go 龍西道館衝啊 這什麼鬼啊 好酷喔 我感覺我好像在一個瑪莉歐的關卡 表下是岩漿 這道館這麼順利真的沒死過人嗎 對啊 大家以為大家都跟瑪莉歐一樣會跳 到了終於 女褲吧 小春館主 對決吧 第八道館 看起來超帥的 哈 呵呵 可惜他直接用暴鯉龍啊 飛走吧你 劈死了 應該還放得出去吧 oh no不會吧 不會吧 好險 還是放出去了 贏啦 最後一下 拜拜 我勝 你都輸了你還嗆我 What 他耍賴啊 這女的不服輸啊 他不肯現在給我徽章 賴皮 你仗著你的表哥是冠軍 你就可以這樣子坑人 好啦 我們要進去 回答問題 來 讓我會會你 我只是想看你服不服了我的標 欸 這件事變得很重要 這個老頭會狂問我問題 我要全部都答對 這樣我們才能獲得下一位夥伴 打完了 該 我都合格了 你該把徽章交出來 怎麼會 假的吧 我 我 我 都還沒 得到認可的 趕快認賬啦 不然我就把這件事告訴阿杜 他還怕表哥 好啦 這是聖龍徽章 他們快拿去 拿到了 八個徽章都收集到啦 他腦羞跑走了 好 因為我們剛剛答對了全部問題 所以這時候我離開龍穴 假如離開龍穴再進來 應該就有好料可以拿 結果搞半天 他是要給我一顆大獅球 欸 說好喔 我不要大獅球喔 是什麼呢 迷你龍一隻 耶 不用寶貝球就抓到了一隻迷你龍 蠻可惜的是我覺得我 應該不會把這隻迷你龍練起來 他進化成快龍雖然很猛 但是要55等他才會進化 然後我們待會要去打的寶可夢聯盟 冠軍阿杜最高等的也才50而已 所以代表說我們迷你龍也沒辦法進化成快龍 去打四天王 反正我們現在也有非常強的神獸寶可夢 大嘴券 我們飛行系也不缺 那既然你不能用 就把你變食材吧 你就要藥膳吐屍 然而my boy 沒關係 因為我們馬上 接下來又要去拿一隻寶可夢 那一隻寶可夢我們就會使用 要去雷波山這裡拿 啊 最後 看到你了 空手大王 跟他來個對決 又一個秒殺 一下就把你幹掉了 交出你的寶貝 把我最真愛的格鬥寶可夢給你 獲得五位小子啦 可是我們這個挑戰最後一個要拿到的寶可夢了 那我們要把他進化成 飛腿狼 快拳狼 還是戰武狼 我會想要進化成快拳狼啦 因為他那三種屬性的拳 可以cover一大堆屬性 不過滿麻煩的是 我們會需要讓他的防禦大於攻擊的時候再進化 他才會變成快拳狼 所以應該是要破費買一堆防禦增強劑了 各位 所以他變快拳狼的話 我們要取什麼名字 巧克力 課藥拳王 還蠻像的 啊哈哈哈哈 我叫課藥拳王好了 我直接在武術家的面前 把他的寶可夢叫課藥王 百貨公司都賣藥了 感覺在成都地區課藥很正常 所以把他張開 課個藥 好的 我們防禦高於攻擊 兩點 這時候再進化到20等 YA 真的因為課藥變成拳王了 歡迎加入 那我們一樣要把課藥王給練到30幾等 哎唷 兩隻課藥王對決 好讚喔 我們現在背後有一個可以打出40重屬性的保鏢 回來跟博士拿最沒有用的大師球 我可以轉身馬上把他賣掉嗎 你老闆剛才給我的這顆球 我賣你500塊兩包收 500 啊 我們要車輪載一大堆跳舞姊姊 哇靠 小菊花扛不住姊姊 那些異級姊姊是有多想 喔好多隻 多人混戰 打AVI 哈哈哈 琳當塔上面出現一個巨大寶可夢的影子 我們先走一步去琳當塔 好漂亮的小道 我們打完所有異級姊姊之後 終於獲得這個殊榮的機會 可以讓我們爬鈴鐺塔 去捕捉看看那隻傳說中的寶可夢鳳凰嗎 我有印象小時候這邊根本不知道怎麼走 嗚~~ 他們要召喚出那隻傳說中的神獸鳳凰啊 我們就有一次的chance可以捕捉他 嗚~~ 您終於降臨了 好大一隻大嘴鶴 哈哈哈 頂樓野外弄出多毛多人混戰 人獸 哈哈哈 哈哈哈 上啊 好大一隻鳥 鳳凰 呃 可惜的是 我們 根本不能抓他 靠 只能把你噴死而已 這隻臭鳥 撐住啊 美朗二 哈哈哈 嗚~~ 這最後一下 我就是要拿我們的Bitch取代你 鳳凰 哈哈哈 神獸的位置應該是我們Bitch的啊 不會震到我把他打死了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耶 哈哈哈 大嘴鶴才真的是成都地區的神鳥啊 根本不用抓啦 說到頭你不就是一隻顏色不同的大嘴鶴而已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地居民要一直崇拜贏這隻鳳凰雞 鳳凰抓不了那五位姊姊能抓嗎 五位姊姊還是不敢相信剛才發生什麼事 OK 那我們就騎著剛上任的神獸 直接飛向寶可夢聯盟吧 來吧 直衝冠軍之路 天公沒有幫我 他沒有幫我上場對戰 我這次挑戰沒辦法收服你 不能丟寶貝球 不能讓你逃走 唯一只有 最後 小菊花會來這邊毒我們啦 小菊花的最後一戰 喝喝扭拉 直接用衝天拳打飛啊 砰 就是四倍傷 四 勇吉拉是吧 然後出來咬死他 專門對付超能力氣 他最爛的寶可夢大竹葵 這麼快就派出來 當然要小鳥去戳他 四 砰 他好厚喔 因為有反射幣的關係啦 我想說打他怎麼那麼癢 為了不要讓他能光合作用 我們直接厭煩 贏了啊 三合一十塊就派 快全狼 皮卡拿他的神鳥 穿刺了別人的大菊花 大嘴服我們用 羊肉爐 噪電 Yes 鬼師偷 就沒有要把他咬碎吧 背後咬碎結束戰鬥 咬菊花結束了他的訓練師夢想了 你還是回家來療傷你的大菊花吧 掰掰小菊 接下來就是寶可夢聯盟 只不過開打四天王之前呢 我們還要去練等一下 現在我們寶可夢平均才四十而已 我們可能練到接近五十吧 六隻 全部都不是我自己抓的寶可夢 全部都比冠軍最強的還要第五等 能不能一次過十英聯盟呢 覺得可以過得刷個一啊 不可以過得刷個小老二 Let's go 超能力的 一位醫術天王 超能力系的 他有一隻天然呆出來 我當然電爆你的鳥阿 電對電 沒用拉 靠 這麼賽 還是可以直接把他秒 皮射姐是特防角 那我們要用課藥拳 直接咒爆他 靠 拳王連這種的都要 長這副德訓欸 他會不會打一下我就死了 我直接一回合醒過來 讚啦 一擊必殺敗 他要G了 我們只能犧牲他 好險還要回復藥 那我有機會火焰拳 拳王這麼榮耀還是你的 兩倍殺 哈哈哈哈被燒死了 哈哈哈哈 果然要成為拳王 還是要靠賽 我們要扛得住吧 喔 沒變碼 變成 耶誕樹我們持續羊肉爐 因為我有信號光束 嗚 嗚 不要 爆酒樓 有沒有看到那棵樹 給我燒掉 噴煙 燒死他 喔 NICE 我燒酒樓總算辦事了 呆殼的時候我們用二屬心 哇靠 無防爆幹高 哇他把他特防升更高就完蛋 好險 現在沒有防禦壁了 我應該可以咬他很多 YES 他從頭到尾在BUFF什麼 他待會到底要做什麼厲害的事情 請問你連續BUFF了三四回合 你到底要幹什麼 你 啊 原來是要用這一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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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完蛋完蛋了 哇他現在很坦又很痛耶 結果他的王牌是一隻呆咳嗽 他還在BUFF 繼續咬 拜託Crit一下就好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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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加特攻啊 所以他精神強烈應該也不會到太強 他剛才一直BUFF攻擊啊 所以他到底在BUFF什麼 我還是就把你咬死了啊 主人跟寶可夢一樣呆啊 你BUFF物攻半天 然後你死一個精神強烈 醫術到底要幹嘛 第二天王 阿傑 毒屬性 但是有很多蟲子 很多蟲蟲是吧 上吧 神鳥Bitch 把他戳死 兩杯 臭臭泥 就用太陽突破的幻象光線 NO 垃圾攻擊很痛耶 WTF 垃圾射擊120威力 我剛才真的差點被秒 心理傷害 Emotional Damage 難怪那麼痛 我感覺高速殺不了耶 我們可能真的要賭幻象光了 幹你敢拿垃圾丟老子 我們太陽明明是要拿來吃的耶 你 噁心 崇高斧烈托斯 拜託了 燒酒羅 能不能把他一次燒死 好險 這樣他沒有機會放大爆炸 魔輪 當然就要靠神Bitch 我剛剛火系打他四倍 火力托斯也會炸爆 硬 兩倍飛翼強傷害 黃牌叉字符 看我們羊肉物把你墊下來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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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字符放著影子奔真動畫好帥 直接12個翅膀在拍 欸欸欸 不要鬧了 中啦 喔喔喔喔喔 他還被麻痹了 nice WOO 贏了嘛 YA 我把剛剛你丟給我的垃圾丟還給你了 你的垃圾阿姐 下一位 格鬥西吧 西吧西吧 當然是太陽徒步的天下 幻象光線 大眼蛇這麼快就派你的王牌出來 沒關係啦 我直接大老二攀鋪 超痛 大眼蛇直接被沒老二咬掉了 剛才是沒老二vs老二 神秘去 還是屌墊這個格鬥飛腿啊 嘿 What 飛翔會miss喔 OMG What Bitch的物防好低喔 Oh nice中了 神Bitch怎麼可能輸給你 我不可能比怪力還要慢吧 Oh 欸 What 暴復可以打在天上飛的鳥 這是哪招 他剛才對空氣攻擊耶 我忘記怪力有無防守特性啊 所以我飛翔都沒屁用啊 我剛才應該直接驗反的 no 完蛋了 我的物防算高吧 不會吧 廢物 啊對喔 我是石屬性 我真是燒酒 我是石頭屬性 至少 他犧牲小偶燒傷對方 欸他現在燒傷 他的攻擊力砍半啦 那我沒老二隨便贏 有沒有機會咬碎讓他 減少防衛力啊 喔還Crit 喔還減少防衛力 喔喔喔喔喔 兩個都賽到 還G啊 他假如不要吃藥的話 他也Crit了我 他也Crit了我 羊肉 拜託不要被打翻 贏了 總算把這個 怪力冠軍給幹掉 我以為會最簡單的王 打到我的寶可夢死傷慘重 我好像剛剛好 足夠復活而已 所以接下來我不能再死 我已經沒有復活藥了 還是達到你第四天王梨花了 開打 看你到底是姊姊還是奶奶 喔喔喔喔 嗚喔 好辣喔 梨花姊姊 OKOK 我一起高興高興 原本外面看他以為他是奶奶 月亮一步就格鬥 把他衝飛天啊 砰 黑暗壓 那我們就墊小鳥 羊肉爐 上 YES 黑暴家 那我們就沒老二 死 霸王花 又神鳥Bitch囉 我不會在天上又被打下來了吧 YA 從天降Bitch 死 耿鬼 我們是用 太陽突破吧 但對方有沒有按影球啊 看誰比較快囉 我比較快啦 啊 他放 喔真氣彈 還好 格鬥屬性 你幹嘛選一招 打我這麼癢 他剛剛放任何鬼招 都比真氣彈強吧 接下來只剩冠軍阿杜 照理誰更強大 透過戰鬥就能決定 聖龍師阿杜在此層上 最後冠軍 只剩你了 暴鯉龍 看我們把你墊下來 OMG他比我快 啊啊啊啊啊啊 衛生紙助教要介入一下 你覺得現在這個畫面哪裡怪怪的 助教你自己講 現在這個畫面哪裡奇怪 你知道你要幹什麼的吧 來 衛生紙就決定是你了 打爆這傢伙 要扛住要扛住 我的誤法應該夠吧 好險四倍 他會死吧 NO NO 啊 幹 公然改送啊 NO 扛住啊 幹 還crit了 哈哈哈哈 至少扛住一下吧 讓我哈個欠 YES OK OK 我看有沒有機會原始之力打一波 他只要 混亂打到自己 YES 我還可以原始之力兩倍傷 喔 沒關係他睡著了 哈哈哈 可是等等他會嗑藥啊 沒錯 哇他沒有混亂 那我就一定輸啦 掰掰 他才第二隻而已耶 就把我們寶可夢打死三隻了 趁他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趕快幻象光線 太陽突不靠你 喔 他好癢喔 幻象光線再加一隻未來 不要打我 YES 哇 哈哈哈哈 啊還沒死 我靠 他又要補全滿了啦 沒意義啊 欸 他要吃完了 哈哈哈哈 他去玩比他快 蛤 打死這隻作弊角了 但後面還有兩隻快龍啊 唉 啊 輸啊 那個作弊角快龍太OP了啦 死啦 太扯了 他可以作弊我也要作弊 我要直接把所有寶可夢練到 剛好等級上限50等 太扯了 然後我們再回冰雪小徑 拿這個不容之冰啦 增加冰屬性傷害20% 也沒老二 這樣總算可以冰死快龍了 Second try 第二次回來 那個作弊冠軍 就不幸打不贏你 第二次對決 50等在墊你 不會又要被打到快死了吧 這次沒有暴擊好險 四倍啊 趕快下去 人生作弊龍又要登場啦 看我們妹老二 加強過的冰凍牙能夠打多少 我輸得比較快 哈哈 你這個慢龍 我會同等欸 用我慢 打好痛打好痛 他下一盒一定會吃補藥 等一下他吃了我又有果欸 所以他現在這個血量不會補啊 那冰凍牙 哈哈哈哈哈哈 他吃一個果實害死自己啊 誰叫你要作弊 第二隻快龍 出來繼續被咬 小打雷 要報仇成功了嗎 等一下他這次一定會補 他這次一定會補 我故意咬碎還可以拼他的物防降低 然後 等一下我下一招冰凍牙就可以把他秒了 他來不及補 給你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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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好險 打雷又沒中 這樣你就G了啦 還補給他 遇上戰鬥 咬死三頭龍 第三頭出來了 不要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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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然後待會再一次冰凍牙 哎呦 護防夠高嗎 好痛喔 我還畏懼哇 哇 喔喔喔 他沒力中 我沒被麻 三隻快龍都掛了 哈哈哈哈 讚 畫石一龍對上電龍 卡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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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死了吧 啊 他又會補血 那我就放到你麻痹為止 麻 Yes 那我贏了 因為我會比你快 inglés 該燒酒�rul 最後一隻噴火龍 我們竟然要燒酒肋把他打死了嗎 原始之力四倍傷 燒酒羅加油 沒想到吧 竟然是這一隻一直到尾都被罵的燒酒羅啊 阿肚生氣了 焚火龍直接從天上被石頭砸下 蝸牛只需要在關鍵時刻高光一波就好了 他前面多廢大家都忘記了 高瓜一波 登入名人堂啦 我們成功用一個每一隻都不是我抓到的隊伍 成為成都聯盟冠軍啦 帥波敲敲手啊各位 完全不丟寶貝球 也可以成為聯盟冠軍 然後瓜牛的臉被擋住了 燒酒羅 神鳥Bitch 還要搶鏡頭耶 你把解決噴火龍的瓜牛臉擋住了 本來我想打到這個就結束的 但誰叫你們前面 壓倒姓投票要我去打赤虹啊 赤虹不打全都白打 呵呵 你們都有口號的是吧 所以我們接下來還有八個道館要去闖 流血小武器完全掛 阿肚子你完蛋了 撐下來 你要撐下來要你的 YES 哈哈哈哈 不會像馬仕是一樣的怪一隻吧 哇馬仕變好多哇大隻 喔 剛剛好 照亮姐姐 當年之後你的FashionSense變得很好 當年實力還是一樣爛 腳下竟然不等小智 好就跟教會在一起了 完全認不出來 他現在看起來打得像是一個路人女神訓練講 好想要用特攻高 特攻也高 我操長一隻盜板的設計 到底哪邊可以右轉 哪邊可以左轉 哪邊可以左轉 都靠動 喔 你們來幹掉 怎麼會你也死了 我都打你爸了 這一包穿起來很強 欸 有他的穿衣服啊 他沒有上門的圈 欸 我好被型男耶 我都講他的造型 差一個VV 鱼石獸 長得真的好愛喔 感覺他一直想要引起我注意力 我過來 躲在這 他把他盜板 蓋在一個島嶼裡面 他看起來很開心 他完全不覺得 我免小的被火山撤回掉 哈哈 他還有什麼問題嗎 看一下他們家的燒酒樓 是不是跟我們的一樣爛 你這活著下來算厲害 哈哈 喔 喔 他死起來讓我找到傷了 還散掉 你們家的燒酒樓比較厲害啦 好 打小貓 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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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finally 打完遊戲內所有的道館了 YES 到了 總算 要打最後一個訓練師 到底能不能贏呢 全無寶可夢生到77難啦 我們還給掃王學個球語 姚若如學著打雷 他也要比學著光牆啊 Here we go 你又無語 每次都不屑跟我講話 媽的你的皮卡線我完全不怕啦 下冰包式吧 我特別帶了球語 隨便給你打隨便給你打 讓我起雨就好啦 YES 手上換了一個該死的天氣 斷死你啦 幫皮卡丘加油 哈哈哈哈哈哈 看 你給他加油 他能夠怎樣 秒花 趕快把他秒掉 Nice 精神強烈下去 雨是不是還有兩回合 喔他就派卡比獸出來了 他拳王就要上啊 結果他第三隻就派他的超級王牌卡比獸 我特別留了晉神戰就是要對付你啊 上啊 課要王 喔齁齁齁 血口超慢 NO! 不是還在下雨 他竟然放得出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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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停了 哇 我覺得我還是得晉升站 哇 接下來要暴風雪了啦 他剛才暴風雪放得出來太賤了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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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Kritta!!!!! YA!!!! 啊!!!! 我以為要完蛋了 真的啊 特要我 他派噴火龍 我趁這個機會再用 Rulu王下雨一遍 撐住啊撐住撐住 謝謝你Rulu王 謝謝你的寶貴犧牲 讓燒酒羅可以出來高光一波啊 四倍原始之力 撐住啊 燒酒羅 YES 原始之力沒有很痛 但是四倍捏 直接Crit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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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 我還扛得了一下嗎 他要全副藥 活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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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沒藥了 我覺得也只能沒老二啦 哇他的空氣閃真的好痛喔 啊我剛剛又太陽一步了 太陽一步速度比較快齁 所以就關我們拼羊肉爐 可是我沒下雨了啊靠喔 賭70%嗎 我剛剛連5%都會中 70%絕對也會 他沒有命中 我中了 賽到天際 讚啦 直接掛 他的70%沒中 啊 結果我還是打不死 他沒藥了 所以我直接放電 放電 他還有一瓶啊 麻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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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嗎 OK 放電就贏嗎 只要不要被秒的話 120格鬥傷害 喔讚啦 Yes 死烏龜 拉普拉斯 我們就靠沒老二上 滿地上啦 打爆你冰 打爆你的龜殼 OK 他現在不是打我的物防 撐得下去嗎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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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比他快啦 VICTORY 脫台 What 哈哈 不要不要再脫了 不要再脫了 靠子 啊 啊 還有全部 要到你幾匹 我怎麼覺得他用超過三瓶了 四龍可是藥頭 YES 暴風雪沒命中 我們還在下雨的狀態嗎 他怎麼會沒命中 不重要啦 因為我贏了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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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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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 嗚嗚嗚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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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症 他真的很好用 他學了冰凍牙之後 就可以又打阿渡 然後又打小春 最後還可以學一個格鬥招 把赤紅給打爆 羊肉爐也真的很讚 我們從一開始用羊肉爐用到最後 他真的是成都旅行必備寶可夢 雷龍真的超強的 以及我們最後一個結論 燒酒羅從頭到尾都是垃圾啊 他也沒辦法秒噴火龍 都四倍岩石傷害了 噴火龍還活下來 超靠北 成都當地名才 因此我們的慶功院 乾脆就來吃一盤燒酒羅吧 好的 我們繼續下一次寶可夢挑戰見啦 掰掰 為什麼阿爾特流斯要打點滴啊 怎麼了嗎 人生剩十天是什麼意思 阿爾特流斯是古矮 哇靠 哇這樣保重欸 哇這樣你還 哇這樣你還看我直播 大家 我們一起祝福阿爾特流斯 你要好好休息啊 你還看我直播我好感動喔 刷一波敲敲手阿 敲敲愛行 我怎麼之前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今天人家為了你全波 我打到奪完都 打到奪完我都可以 當然在此時此刻大家可以一起看我打遊戲 我有這個榮幸可以打遊戲給你們看 我也很開心 我可以打到這件事情 打個贈 我可以打給你 我可以打給你 我可以打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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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